张恒 东汉大科学家张恒是南洋郡西厄县人 他家里很穷,但从小勤奋好学,刻苦钻研 十多岁时已能写出一首好文章 17岁那年,张恒独个离开家乡,到西京长安去游学 他沿途观览山河,访问风俗人情,了解民间的疾苦 积累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到了长安,张恒看到富贵人家的荒淫无耻 想起故乡和沿途所见,老百姓受冻挨饿的情况 对照之下,心里非常气愤 张恒在长安住了没多久,又来到了东京洛阳 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泰学 他在那里结交了不少有学问的人 张恒自有爱好天文,数学 泰学里的同学崔苑,也喜欢研究天文 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研究 过了几年,张恒在文学和科学上都有了极高的成就 他的名声很快传了出去 有个新任南洋太守鲍德,特地请他回南洋去当主妇 张恒听说鲍德的品学很好,来意也诚恳 又想到自己家境贫寒,久住京城,无法维持生活 不如回家乡去做些事业,就答应了 张恒在任内协助鲍德做了不少事 不仅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还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设施 所以,在别处闹灾害的年头,南洋境内还能丰收 日常忙碌外,张恒还以自己在长安和洛阳收集的材料 写成了西经负和东经负,合成为二经负 描写长安和洛阳的繁荣,对权贵荒淫无耻的生活也尽情讽刺 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因为升职,鲍德要离开南洋,让张恒和他一同进京 张恒对鲍德的好意表示感激,但蜿蜒谢绝了他的邀请 留在南洋继续研究学问 张恒34岁那年,皇帝派人请他到京里去坐廊中 这个职务主要是起草文书,有机会看到许多不常见的书 张恒一口答应,因而他再度离开南洋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京城又见到了崔苑 两人仍然像从前在太学一样 经常在一起研究天文、数学、立法和机械制造等学问 他们时常在星光下观察星象的运动规律 这种实际的研究,使他们在天文学上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不久,张恒被调为太史令 太史令的职责是查看星象、观测气候、修订立法 记录各地发生的水旱灾情 由于拥有设备较好的天文观测台 并有专人负责观测 这为张恒的天文研究带来更多的便利 张恒经过长期观察 知道了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规律 并且明白了,月亮本身不能发光 而是受到了太阳反射才发光的原理 他用这个研究结果,写了一本叫做《灵线的书》 在这本书里,张恒已经用了赤道、黄道、南北极等名词 还画了一幅星图,记录了2500多颗恒星 并解释出月亮圆缺以及夏天昼长夜短和冬天昼短夜长的原因 当时天文学上,有盖天说和浑天说两个雪派 张恒是倾向浑天说的 认为天体像鸡蛋壳 地体就像壳里的蛋黄一样 他用自己的经验丰富了这一派的学说 并写在灵线里 许多天文学家认为盖天说正确 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新兴的浑天说 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可又提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博导张恒 张恒知道空话不能服人 只有从具体的实际中才能证明自己的论断 他根据天文上的资料和自己研究的结果 思考了很多时候,画了一幅浑天说的图解 可是,仅凭这一幅图解还是不能说服人 他想来想去,决定先用竹片做一个仪器的模型 实验准确以后再铸造正式的仪器 他把消旧的竹片刻着他自己推算出的天体周天 365度又四分之一 然后把竹片编成圆环,把它串联起来 他推算出的这个周天数字和今天的天文学家 算出的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的时间相差很小 模型做成后,又经过了不断的试验和修改 终于成功了 张恒开始着手铸造正式的仪器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世界上第一家自动的天文仪器 魂天仪终于问世了 张恒把自己所知道的天文名称 像赤道、黄道、南北极等等 都刻在这仪器的内外各层圆圈上 张恒把魂天仪展示给众人看 他把铜圈慢慢转动 东边的恒星升高到地平圈以上时 西边的恒星就转落在地平圈以下 正和星象的运行相合 看的人口里称赞张恒的智慧 心里却还是半信半疑 有人说 如果这仪器运动的速度 和空中的星象运行完全一样 才能令人信服 张恒绞尽脑汁想了很久 觉得只要在魂天仪上附下一个仪器 就能使魂天仪慢慢转动 他根据这个想法 试验了好几次 但都失败了 一天 张恒忽然想到 如果用测枝时刻的滴漏壶 把它改装一下 使它和魂天仪配合 靠滴水的力量 推动魂天仪慢慢转动 不就可以成功了吗 他在改装的滴漏壶上 加了一支系统的导管 导引壶里的漏水 一点一滴的滴在铜仪上 推动铜仪慢慢的转动 可是铜仪转动的速度 还是不能和空中运行的星象相符合 张恒继续试验了很多次 终于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原来 漏水配置的远近和铜仪的转动速度 一点也差错不得 他把漏水配置实当 把它固定了下来 这一来 铜仪的转动速度 果然和星象运行相合了 张恒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把那些不相信的人请来 试验给他们看 他把魂天仪放在大厅上 开洞滴漏壶 一面拆人在外观察星象 随时报告观察的结果 那些天文学家用好奇的目光 注视着这座铜仪 在厅外观察的人 近来报告某星降落 某星升起的情形 和铜仪上所指示着的 一点也不差 他们这才真心佩服张恒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皇帝 皇帝差人把魂天仪要了去 可惜这座魂天仪 没过多少年就被毁坏了 就此失传 只有那张图解流传至今 张恒为了观测风向 又创造了侯风仪 这仪器也是用铜组成的 壮如一只闲着花的铜鸟 这座侯风仪安装在五丈高的竹竿上 可以随风转动 鸟头正对着风来的方向 这仪器和欧洲人发明的侯风机相仿 但侯风机的发明时间 要比之晚一千多年 张恒又从侯风仪联想到指南车 原来古代指南车的制法 在那时已经失传 张恒运用了齿轮的原理 在车上装了一木人 不管车子向何方转动 木人的手永远指着南方 接着他又应用这一原理 制造一种寄离古车 车行一里路 车上木人就机一下鼓 当时地震时有发生 探使令崖中经常接到各地的阵情报告 每一次张恒都照例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报上去 张恒为了充分掌握地震的情况 以适应工作需要 打算造一种地动仪来探测地震 他每天苦苦思索 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经过了许多次的试验 张恒终于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 他用铜铸成 外形像个酒坛 仪器周围装着八个龙头 分别朝着八个不同的方向 每个龙头下面 都放着个张嘴的铜蛤蟆 有一天 看守人听得当当一声 一个龙头的铜球滚出来 落到蛤蟆嘴里 看守人忙报告张恒 张恒过来一看 测定陆溪发生过地震 他记录了发生的日期和时刻 又把铜球放回龙嘴里 张恒把记录告诉了许多天文学家 龙溪离洛阳一千多里 地动仪能测得这么准确 那些人嘴里不说 心里却都不相信 过了几天 龙溪有人到洛阳来 报告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 报告中的日期和时刻 都与张恒测定的相符 人们知道了这件事感到非常惊奇 一时纷纷议论 赞叹张恒 地动仪的精确 张恒在科学上的成就是卓越的 权贵们畏惧他为人正直 也嫉妒他 想方设法排挤他 不久张恒被调出京城 到河坚郡去当行政长官 张恒到河坚不久 调查到官吏和土豪互相勾结 横行霸道 欺压百姓 他出其不意地把这帮人几乎一网打尽 这件事发生后 张恒受到权贵的排挤 在61岁那年 他又被调回京城 由于沿途受了风霜 张恒回京后就生病死了 张恒在科学上的发明和创造 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名留千年 张恒在科学中